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2024年Paper 2第15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If the arc length and the area of a setter are 8πcm and 80πcm 二次 就respectively分別地 它就問我們 The angle of the setter is 到底是多少呢? 那個線形角到底是多少呢? 好 事不宜遲 拿一個單字出來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很先進 這個按鈕就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騎來騎去 真心可以看著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你覺得人老接受圖像多個文字 你喜歡看圖還是看文字? 我喜歡看圖 所以我喜歡把這一匹的文字轉回圖 它說有一個線形的 那你當然是畫線形出來的 有一個setter 我大致上畫好了 按鈕出來 預備了一幅圖 就是黃色的一幅 那我先講講這幅 那我就叫這個線形角 就是angle of setter 做feta 另外這個半徑 這個圓 它的半徑 就是R Cm 另外它有提及過 那個弧牆的圓 就是8pi cm 就是這部分是8pi cm 那最後整個黃色的area 那個面積就是80pi cm 我都錄在這裏 所以在這裏 我自己理你先 那首先厲害東西 先厲害 首先我會厲害feta 就是be the angle 中文同學等待會 be the angle of the setter 中文同學 就是切feta 就是圍 這個 該線形的角 OK 其實這裡可以抄 看到嗎 那另外 就是 我再加多一句 中文同學等待會 就是 就是 Cm 就是be the radius of the setter of the setter 中文同學 就是切r 那麼多的Cm 就是為這個線形的半徑 OK 就是簡單來說 我切這裡 這個長度就是rcm 這部分是rcm 這部分也是 不過我不寫那麼多 OK 意思是上 明顯地 我們知道第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很明顯 query 中文就叫明顯地 好了 我們會知道的就是 整個 弧場 就是art length 就是8π 這個弧場怎麼計 根據公式 就是這裡整個圈 是吧 你只不過是 佔310度 裏面的 feta 那麼多度 所以你佔這部分 簡單來說 就是 360度 分支 feta 先拼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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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回 2πr 2πr 是說整個圓形的周界 圓周 就是2πr 那 就會等於 8π 而事實上 如果你給我 我左右兩邊看到 有些東西可以約 先拿一支圓筆出來 我會看到的就是 2 跟4 可以約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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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π和π都可以約 所以這個是π 這個是π可以約 就是變1 變1 簡單來說,如果你給我 我自己就會 φ 再乘1乘1 不用理他,再乘R R乘上去,即是φ 好了,就會等於什麼呢 4乘1就是4 360度 隨便乘乘過來 4乘2,360度 所以就是100 對不起,不是100 是1440 這麼多度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 第一條色 得出了第一條色 緊隨其後,還有第二條色 Also 就是 中文叫 此外 第二條色可以在這裏得來的 整個黃色的Area面積 線型面積 就是80πcm 如何計算 根據公式 整個圓形的面積 就是πr² 但你只不過佔黃色的這一部分 對嗎 其實就是360度 佔φ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這裏 就是360度 分支 φ 好了,就乘回 πr² 第二次 就會等於 80π 而石頭上 我們左右兩邊也可以 約一些東西走 把圓筆拿出來 又繼續約 首先就是 π和π可以約 那就 約了變1 變1 好了,接著我會把360度 由隨便乘乘過來 乘過來的時候 即是乘乘80 即是80x2 360度 所以在這裏 剩下的就是 乘1 不用理會 即是φ再乘R2 左邊 即是φ再乘R2 好了,就等於 甚麼呢 右邊就是360度 再乘280 即是 數字很大 按數字就是 288 就是00 這個就是 我所謂的第二條色 現在我們要處理一下這兩條色 有兩條色 不如我開啟它 讓你們看得舒服一點 有兩條的色 就是灰色的第一條 還有就是 這條 還有就是第二條 就在這裏 OK 那我們如何處理它呢 現在這兩條色 沒有它 首先 那我就會 看到 因為φ乘R等於144度 那這裏就是φ乘R的意思 即是φ乘R再乘R 我們就可以把第一條色按下去 那我們就會這樣寫 就是substitutes 中文的同學等一間 這個一色 就 進入二色 中文的同學 即是 將一色 代入二色 即是發生什麼事呢 我剛才也說過 我剛才也說過 φ乘R就是1440度 那這裏有個φ乘R 再乘R 即是有φ乘R 就是1440度 所以這個位置 我自己就會轉為1440度 再乘R 好了 就等於右邊的28800度 現在我左右兩邊也有約 我會發現 度和度可以約走了 左右兩邊都可以除1440 這裏除1440 28800除1440 所以在這裏 如果我們這樣除一除的情況下 左手邊1440除1440 就是變1 28800 右手邊除1440 應該就是出20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也看到 R 其實就是20 我們可以叫它做三色 不要忘記初心 其實我們想做什麼 就是找那個 the angle the angle of the zeta 就是找一個線形角 就是找一個φ R 本身已經知道是20 所以我只要把R 當成20 就是把三色 按到一色 對嗎 就是按到這個位置 你就找到那個feta 所以 這次 如果你問我 我不是很足夠的 不如 我割開螢光幕吧 在這裏 我會用來拍攝 右手邊繼續做 所以我現在就會 告訴別人 就是subsidues 這個三色 就into 下去 然後把一色 按到一色 那裏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我會把R 當成20 按到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就是 feta feta 就再 寫好一點 就是feta 再乘回R R就是20 就會等於 1440 左右兩邊 我們也有一個東西 這裡有個20 這裡有個1440 所以我們左右兩邊除20 這邊邊1 1440 除20 應該就會出 呃 寫好一點點 這個應該就是 72 OK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左邊 feta 乘1 就是feta 好 等於什麼呢 72 不要漏了度 就是 72度 feta 就是 這個線形角 就是angle of the setter 我們最想找他 所以答案就是72度 回答他 所以 中文的同學 等下 試試英文 就是angle of the setter 就是 72度 中文的同學 那 就是 該線形角 就是 72度 OK 看看有沒有這個大眼睛 正確答案就是 看見沒有 看見沒有 就是 D72度 終於完成 好 就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那 這個就是 這條的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那就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